6月12日,中美两国双双发布了5月的CPI数据。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通胀情况。 其实在国内数据公布之前,金融机构纷纷给出了环比三连涨的预测。 但是结果出来之后,5月CPI环比下跌了0.1%,而同比则上涨了0.3%。 详细来看,5月CPI的八大类别里,食品烟酒和交通通信同比下降,其他六类同比上涨。 同比上涨的类别里,居住类别同比上涨幅度最低。 这跟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寒冬有关。 居住类别主要就是房租和水电燃料。 其中房租占比权重最大,房价低迷,房租自然也会低迷。 值得注意的是,其他用品及服务,继续保持同比3.6%的高增长。 这个类别,主要就是服务业。 其实,如果这八大类,不分权重的话,平均下来,也有1%的通胀率。 但实际上,却是0.3%。 这主要是因为,CPI里面,食品烟酒类别占比权重较大。 5月,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了1%。 详细来看,鲜菜价格上涨2.3%,粮食价格上涨了0.5%。 蛋类价格下降7.4%,鲜果价格下降6.7%。 出肉类价格下降2.2%,其中猪肉价格上涨4.6%。 环比来看,鲜果价格上涨3.0%,蛋类价格上涨2.2%,鲜菜价格下降2.5%,而出肉类价格下降0.4%,其中,猪肉价格上涨1.1%。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,猪肉价格环比同比,都出现了上涨。 之前国内CPI不及预期,一直都是拿猪价下降作为借口。 但是如今猪肉改头换面,重回上升通道。 目前生猪均价,已经来到了每公斤19元的水平,创18个月以来的新高。 相比去年同期14元的价格,涨幅大约35%。 由于猪肉价格上涨,很大一个波段,是在6月份出现的。 所以5月CPI里,猪肉价格的涨幅,还只有4.6%。 以此预计,6月公布的猪肉价格,会有较大的同比涨幅,并带动CPI指数反弹上行。 而在众多食品里面,这个月跌幅最狠的是牛肉。 不仅同比下跌12.9%,环比也下跌了3.6%。 为什么牛肉价格降幅会这么大? 很多人认为,是需求端的萎缩,消费降级导致的。 但这次的牛肉,还真不是。 一般来说,肉类需求弹性较低,对价格影响较大的,主要是供给端。 而其中一部分原因,是国内的供给变多。 前几年猪肉价格大幅下跌,使得一些养殖户,转向养殖牛羊。 加之最近几年,国内也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。 比如两种补贴,疫苗补贴等等。 补贴一多,逐力养牛的人,也就更多了。 2023年,全国肉牛出篮5023万头,比上年增加184万头,增长3.8%。 牛肉产量753万吨,增加34万吨,增长4.8%。 但中国牛肉,还有一部分靠的是进口。 所以国内的供给小幅增加,并不会对牛肉价格构成主要影响。 而这一次,牛肉暴跌的主要原因,就是进口量的激增。 2024年1至4月,中国牛肉进口量为99.56万吨,较去年同期,增加22%。 而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,现在中国最大的牛肉进口商,居然是华为。 根据凤凰网报道,华为今年已惊人的66万吨牛肉进口量,占据了国内进口量的十分之一。 所以问题来了,华为一个科技公司,为什么会变成国内最大的牛肉进口商? 我们知道,华为业务遍布全球,且营收有很大一部分,来自海外市场。 例如华为在阿根廷,已经耕耘整整20年,阿根廷也是第一批购买华为5G的国家。 2022年时,华为还拿下了巴西全国的5G通信业务。 但是2022年,美国猛然加息,美元资金开始回流美国。 像阿根廷巴西这些国家,在美国加息后,美元外汇急剧流失。 阿根廷央行,甚至连美元储备都不够用了。 那5G费用,该如何支付给华为呢? 要说没有美元,其实拿人民币结账也可以。 刚好人民币,也能够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出海。 让这些国家,拿本国的货币去买人民币,再来付款。 本来中国早借了钱给阿根廷巴西,是可以用来付款的。 万万没想到,他们又搞了一个遭操作。 把借来的人民币,又卖出去换成了美元,全拿去还了美元债。 也就是说,他们不仅美元没了,连人民币也没有了。 唯一能拿得出,且应有尽有的,只剩他们本国的货币。 但这一轮的美元加息潮之下,阿根廷巴西本国货币,早已崩盘。 加上当地通货膨胀极其夸张,华为自然也怕,不敢要他们的钱。 所以,最终商量出来的结果就是,已无抵账。 而阿根廷拿得最多的,主要就是牛肉。 今年三月份,阿根廷牛肉76.6%都出口给了中国,折合金额大约1.37亿美元。 关键是,阿根廷为了抵账,牛肉价格也降得毫无底线。 他们给华为的牛肉均价为,每吨3330美元,较2022年5月进口价的5900美元,几乎夭窄。 国内养牛的人变多,加上这一轮低价牛肉大幅进口,一下子就把国内牛肉的价格打下来了。 但别看牛肉价格跌这么多,觉得便宜。 其实中国的牛肉价格,依然高出全球牛肉均价50%,而国产牛肉之所以贵,主要是成本高。 国内养殖,主要还是靠人工养殖。海外是靠大规模集中机械化养殖。 其次是地理环境问题。中国的气候环境,导致国内草场比较贫瘠。 牧草的汁水不多,更适合农耕。牛肉降价,爱吃牛肉的很高兴。 但养牛的农户却很受伤。现在养一头牛,平均得亏个三五千。 以肉牛养殖为主业的蓬都农牧为例。因为亏损,股价已经低于一元前,面临退市局面。 牛肉降价,有其特殊原因,真正缺少需求的,还是耐用消费品。 数据显示,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销量,同比去年,下降1.9%,燃油车销量,同比下降23%。 背后主要原因,就是需求端的萎缩。 居民这几年,消费降级的趋势很明显,再加上渗透率见顶。 汽车不降价,卖不出去。所以,在市场紧盯食品价格的同时,交通工具也就是汽车价格,环比降幅达到了0.9%,创近一年来最大环比降幅。 是拖累本月CPI环比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现在汽车价格战,正是最热的话题,已经持续了一周多的争议,至今依然占据各大平台的热搜。 国内十几家车企,去年说好的不降价联盟,今年开始,纷纷举起价格的屠龙刀。 10万以内的B级车,20万以内的BBA,都在上个月,集中涌现市场。 通过这次发布的PPI,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在原材料柳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环比上涨的情况下, 耐用消费品和汽车制造业的出厂价格,依然分别环比下跌,0.3%。 一边是价格下跌,一边是原材料上涨。 挤压的是,中间厂商的利润。 厂家赚不到钱,自然就不愿意扩大招聘。 最近爆出的,广汽埃安毁约应届声的情况,也就属于其中的一环。 除了厂家的低价内卷竞争,渠道端的低价内卷,也进入了白热化。 拼多多今年一季度的利润,比淘宝和京东加起来还要高。 既然低价内卷,依然有搞头。 所以今年的电商价格战,也进入了白热化。 这也是家用电器价格,5月份加速下跌的原因之一。 今年已经过半,通胀数据离政府工作目标的3%。 还是相差甚远。 但展望下半年,复苏的诸价,会在去年低基数的基础上,给出乐观的CPI数据。 但是再乐观的数据,也掩盖不了需求不振的事实。 中国的通胀数据,不及预期。 而同样不及预期的,还有美国的CPI。 也是在同一天,美国公布了,最新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。 数据显示,美国5月CPI同比上升3.3%,预估为3.4%,不及预期。 美国5月CPI环比持平,预估为0.1%,也是不及预期。 美国5月核心CPI,环比上涨0.2%,预估上涨0.3%,还是不及预期。 但通胀的不及预期,反而使得美联储的降息预期,又被点燃。 全球市场,瞬间引爆。 数据公布后,美股三大指数直线拉升,美元指数直线跳水。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,股票期货上涨。 因为投资者压住,今年会有更多的降息。 利率期货现在暗示,美联储在9月降息的可能性,约为70%, 11月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,达到100%, 交易员们重新完全消化了,美联储11月降息的可能性。 并预计年内会有,两次25个基点的降息行动。 而只要美联储降息,那么全球主要央行,都会加码跟上。 尤其中国,需要降息降低负债成本,提振国内宏观预期。 之前我们提到过,自517新政前后,国内密集出台, 一系列房地产的刺激政策,既有放松限购,又有降低首付,再有国企收处。 从基本面和货币两个层面,都给了市场很大的希望。 而市场希望都寄托于,政策出台以后,会把房地产销量, 从死气沉沉中拉起来一点。 甚至不乏有一些声音,把这次就是,看作是房地产触底回升的契机。 在这种情绪下,市场就开始炒作一波宏观向好的预期。 以上这些说法,在当时难以证伪。 但是,经过几周的观察,几个重点的一二线城市销量, 确实略有回升,但总的来看,仍然不能说是反弹。 伴随着销量回升的,还有二手房挂牌增多, 以价换量的不利因素。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,大家就愈加认清现实。 原来所假设的预期,就不再成立。 而现在房地产,仍需要进一步降低利率。 时间窗口,就是在等美联储降息。 只有美国降息,中国也才能稍微松一口气。